九夜半 三夜都要看 厲害了 今天邀請到兩位 真的是非常甜美的感受 對 他們這個最新專輯上面也出來了 叫做是Princess Princess就是公主 Prince就是王子 有沒有看到 我們知道 那國王呢 國王就是King 王后就是Queen 好 那麼這兩位 他們算是在國外念書啦 對 這個成績相當不錯 他們以這個和聲 聽他們聲音真是太有美感了 一起來歡迎蜜雪圍琪 歡迎蜜雪圍琪 歡迎蜜雪圍琪 蜜雪跟李婷 大家好 小燕翔送妳新專輯 新專輯 謝謝 劉真妹 這張是給我的 宗憲哥 好… 這一張專輯唱片就是Princess 對 為什麼想要弄這個名字呢 我們很想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Princess在每一個女生的心裡面 都會有一個就是喜歡 想要被疼愛被保護的感覺 是啊 對啊 沒錯 請坐… 你們兩位是這樣的感覺 沒錯啊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們在專輯裡面 就是有很多搖滾的元素在裡面 對 所以也是有個性的Princess 很難得啊 你看史上最漂亮的 和聲的 雙人檔就是你們了 謝謝… 你看以前的 有誰啊 很多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 例如說 南方二重大 有沒有 肥的肥 矮的矮 有沒有看到 更恐怖的還要那兩個 錦繡有沒有看到 那個秀琴 這不是喜歡秀琴嗎 秀琴 我是說她適合當老婆 就是嫌妻良母型的 就是娶了她不會偷人那種 對不對 再來 大小百合 有沒有 最近去做了整形 馬上要付出了有沒有看到 更恐怖的兩位有沒有 兩個完全非人類的有沒有 優克里林 那不是男生啊 因為為什麼要兩個人 一起出唱片你知道嗎 因為兩個都長得不帥 或者不漂亮 才會一起有沒有 你們兩個是又長得又漂亮 有才華 歌又長得好 好像有自己的作品對不對 唱片裡面都是很多 都自己的歌對不對 對啊 這是好開心 因為這次收錄了四首自己的唱作 加油… 今天乾脆就來一首 愛能不能不變 好啊 好…來 兩位請來請 愛能不能不變 歡迎我們蜜雪為奇 謝謝 謝謝 好 加油 今天有為嘉賓朋友特地垂簾聽證 想聽你們兩位的演唱 這片天空曾經好美 在你陪我回家的演唱 你笑著說你才不會累 要帶著我走到永遠 愛能不能不變 愛能不能不變 去鎖住時間 一直熱戀 天亮一切 再問你一遍 心卻酸了一點 愛能不能不變 就算是時間給了考驗 就算是時間給了考驗 夢好一點 幸福多一點 捨不得我夢睜開眼 歡迎包小博老師 歡迎小博老師 我的黑夜 我的黑夜 想著你的白天 只是沒人了解 思念的黑眼圈 愛能不能不變 去鎖住時間 一人熱戀 天亮一切 再問你一遍 心卻酸了一點 愛能不能不變 就算是時間 給了考驗 夢好一點 幸福多一點 那一天 到底有多遠 放你的手 謝謝你 謝謝 能夠在包老師的面前 這個不緊張 這就不容易啦 第一句話 老師想要我問你們 你們有沒有受過 專業的訓練 好 不然就有事啦 對啊 不錯 在你面前唱起來 還能不緊張 這就不容易 當然不緊張 他們對嘴嘛 亂講 剛剛是唱的現場 現場嗎 有啊 剛剛有 現場的啊 對…有啦 有點不肥 如果有注意聽的話 還發現是現場 對 照一般來講 我過去跟他們相處 訓練過程在演唱錄音過程 是啊 他們一看到我們 唱的腔就會變 本來前面我們一出現 他很穩定 就一出現他就會發抖 但你那麼太嚴苛的對待 我們叫做正規教育 是嗎 對 現在娛樂界 大家都以為一張臉就可以出道了 對不對 人家長這麼漂亮 這還不紅那才奇怪對不對 紅也要有實力啊 好 這個歌好聽嗎 歌好聽嗎 我是要寫的 好聽嗎 我很喜歡啊 對啊 唱歌很好 那我問你一句 本人說不上序 有真好不好聽 好聽啊 真的好聽 有沒有比這一首好聽 泡泡泡 想唱 當然比這個歌好聽十萬倍 這包瑋瓶的歌不是我們那邊 對啊 我們現在咱們再好好聊一下 三位就請坐了好不好 很辛苦的坐 來… 感謝… 今天我們這個感謝包曉博老師 特別掛刀情商來參加我們的錄影 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蜜雪威奇 他們這個終於推出 他們等於是第… 第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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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圈對你們來講 妳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跟妳想像中的不一樣 其實在我們入行前 老師其實已經告訴我們 演藝圈很多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 老師是真正是 他不只是演叫而已 他還是深叫 以前那紅道什麼樣子 突然間有一段時間步 紅道 我跟妳講 新馬印紅道真的是爆掉了 台灣我還不敢講 因為台灣沒他們的份 是新馬印 妳幹什麼 妳看… 妳看這個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 有沒有看到 新馬印走紅道真的大街小巷 真的只要他們一出現 松伯 他們在新馬印叫松伯 小松小伯 小松小伯 好紅喔 我當時我 我當時我貴為星馬王子 看見他們還要退避一下 等一下 我印象中我跟紅是有這個記憶 可是那個星馬王子這個我好像 我還不記得 我跟你講 我星馬王子 我講真的 頂多撐了差不多一年左右不到 我就沒了 原因為什麼 原因就沒有作品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是沒作品還是被幹掉 沒有…也就不幹字掉了 所以你看演藝圈 自己不淘汰自己 就會被別人淘汰 然後後來老師開始就一路上 從此就快消失到藝能界了 開玩笑 但不是股市巷 那是我們這個盤整 你懂嗎 自我整理 只為了另外一次的發光發熱 有沒有看到 後來就是靠了毒蛇派的功力 怕一聲的又走紅了 有沒有看到 人生就是如此 聽你在講 對啊 本來就這樣 我們這過程的計畫 從來沒有說要靠什麼來發光發熱 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計畫 是嗎 你怎麼會發覺這兩個 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這就是因為我受過訓 所以我才會有那個慧眼 後來我覺得滿感動的一點就是說 往唱片上面來發展 而且還能做到有聲有色 這是我內心裡面 真正覺得說 真的是曉博太棒了 真的嗎 你是由衷佩服還是徐琴佳 你看我的表情 有任何一絲的不誠懇嗎 有 很多絲 不誠懇 我講真的 因為當時來講你看 因為他們算是動感偶像巨星 你怎麼會聯想到他可以做音樂 他可以潛下心來 好好把一個和弦彈好 然後把一個編曲弄好 然後開始變成一個製作的老師 他自己的歌聲 唱得那麼好的狀態可以 前面都很帥 為什麼二位講歌的 對不起 有卡到…對不起 你看他交唱配唱 變成王牌的製作人 我覺得我看到他內心裡面是感動的 當然… 這是你真正的一個感動 這個是今天講這一段 也是給你們聽的 人家可以在那裡告訴你 這個怎麼唱 這個怎麼弄 有他的原因 其他有志 絕對不會是空隙 其實那時候我們自己也發現 然後所謂太舊幻星 在娛樂界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自己覺得說 表現自己不如的話 乾脆就潛心在創作別人上面 有沒有 這是比較好的 而且娛樂對男性是比較那個 因為忠憲你例外 真的嗎 對啊 你可以橫霸 天下 重數十年 因為憲哥不是偶像歌手 他是諧星 妳是閒文 我在這個行業太久了 等一下 妳要讓劉真講話 妳說什麼 我說因為妳是諧星 妳是 來 換角 我們收視率就靠他在那裡換角 諧星怎麼樣 妳覺得諧星怎麼樣 劉真 就是諧星可以哄比較久 對 但命可能都還滿短 是嗎 真的 有這種情況嗎 因為可能就是諧星常給人家 帶來歡笑 可是就不顧自己的身體 像以前那個許不了就這樣 你看 陰眼早逝 所以有沒有看到 你小心了 我知道… 對不對 我也好好照顧自己 不過你是怎麼發覺他們兩個 其實蠟筆小蘭 她就說其實她 手邊有不錯的女孩子 想要說讓我知道 來判斷 其實那只是聊天而已 她知道我其實看過很多新人 所以因為這樣子她就問了 然後就約了我們去吃飯 其實不只她們兩位 就還有別的女生這樣子 對 她們本來就是因為蠟筆小蘭的關係 熟一點點 但不會很熟 因為一個還在讀書 一個是學校剛畢業回來 是這樣 所以就吃飯…聊 每個個別就聊… 你看多厲害 一個受過訓的人就知道 光吃飯就知道這個人有沒有前途 有沒有才華 真的 基本上真的是 有試音嗎 後來就有 其實也是要先經過判斷 要不要適應 不要浪費 你知道錄音室多貴啊 漂亮 重點來了 換腳 你以為訪談 鬼要看 現在沒有人看訪的 就靠我們兩個換腳 我們既然是來賓的幫忙 來 換腳 穿褲子就不用了 我們這邊有玄機在這邊 所以其實就是覺得她們個性不錯 然後再聊聊 真的有一些才華 她們真的很聽話 很乖 對 然後她們又很獨立的個性 對… 所以聊…就覺得好像可以試試看 試音啦 然後再照她們所說 是不是真的才華上面 是可以雕琢的 所以很快的不到三天吧 就跟她們講說要試個音 對 然後再經過三天 很快的就是判斷說 她們到底是不是可以做藝人 還沒有想團體喔 你看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一種緣分 對 所以這是不是靠一種直覺啊 不是… 製作人 製作人 設計 設計 應該是設計 設計 因為老實說 有很多人被湊在一起 做團體也不見得好 這個是坊間的例子很多 有的人因為模特兒變成團體 有的人可能是業務員就變團體 你剛剛講了一個團名 有如雷萬偶的感覺 對啊 而且我覺得秀比多還算成功 搞團體 怎麼可能 成功… 我告訴你算成功 因為人的成就不一定要 在某一個方面來展現 對 跟紅去演戲 小馬去主持 小鐘現在貴為客家一哥 年收入超過千萬 這還有比這個好的嗎 可是他們都沒有唱歌啦 就沒有辦法 唱歌只是一個跳板 倒楣的是我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有慧眼的 不見得 就真的要具有專業的條件 如果沒有專業條件 就要像中線 錢比較多 妳現在是怎麼樣 後來他們兩個妳怎麼 妳們一聽到要把妳們湊在一起 妳們的感覺應該是看一看彼此吧 突然間 其實那時候我們兩個看一看 什麼 我們是團體喔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並不熟 會排斥嗎 不會排斥 但是就覺得我們其實不熟 而且團體需要很大很大的 默契 默契 那怎麼辦呢 但是我們都很想要把握這個機會 後來就開始 第一次看到對方的時候 妳是什麼感覺 就是我們要來唱一首歌 第一次找一個歌 來和聲唱一下 我記得那一次是在我家 然後我們要練習一首歌要 就是要唱給老師們聽 然後其實第一次的時候 西洋歌曲對不對 是一首我的創作 我就放Demo給Vicky聽 然後我就請她唱就是一些部分 Melo 妳來唱和聲 我來唱和聲 然後我彈鋼琴 後來Vicky在很快的時間內 聽過兩遍她就會唱了 這歌寫得很簡單 沒有 她的學習能力很快 是因為她就記住 後來就我們就練好了 就其實是很順利的 然後第一次唱完 我去搭她的聲音的時候 發現非常和 我自己嚇了一大跳 這很美 但是有時候聲音不一定要和 東方人的和聲有一個大的問題 太講究和諧了 老外的和聲 他有時候Pitch 有時候 有時候他的位置都不太對 但是兩個很篤定唱的人 他起來這聲音就很好聽 比如說我跟他 這聲音夠不合吧 我們隨便找一首 我和給妳聽 好不好 可是我不會和啊 我和啦 妳怎麼可能和 妳隨便找一首歌 我只在乎妳 好… 我幫她和 預備 7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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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能 那種完全鬼見愚耶 我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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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你講的前提是說 聲音的不協調 有一種急出的那種 副汗弒花 你知道嗎 但是這樣的說法 絕對不能套在你們倆身上 什麼 比如說賽門肯方格 有沒有 你說那兩個 對啊 咖啡口 對啊 這太久了吧 塞了那個 那兩個 你看 他就是一字合身法 他們 HELLO DANNY SMILE FAN 有沒有 等一下 人家又有像你舌頭肥大症 怎麼會長成這樣 都是一字 有沒有 所以你看 你們兩位就等於是現代版 賽門肯方格 小黃老師 你覺得憲哥 憲哥的舌頭有肥大嗎 我們唱有啊 像那個台中的老菜方塊書有沒有 對不起… 聊多了… 人家明明就是很好的優質 現在就來一個 不伴奏和聲 可以嗎 當然可以 當一個藝人 尤其這個算是一起表演的 你隨時都要拿的時候 那個即興的默契 對… 我們就盯著你們看 你不要掛點那就不行了 好啊 那我們唱一個 就是算是美國的一個 國歌 童謠 美國童謠 童謠 對 一字合聲吧 1 2 3 4 帶一些紋國歌 feito therefore 我試讓你像 一個一個 五十五七十五 一個 名字 六十五 選的 很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一路上看蜜雪圍旗下 我總是 尤其在開宗迷藝篇的時候 我就講了 我覺得小柏老師對他們 根本就是異常的苛刻 本人有虐待傾向 把他用在這裡很可愛 可憐楚楚的小女孩身上 兩位是不是真的沉辱你 小柏老師是怎麼虐待你們的 他來面出來的時候你們兩位在討論 自己的唱也不怎麼樣 這樣罵我嗎 妳為什麼會講錯這麼話 我沒有 來 蜜雪 我一起 沒有 這樣講 妳會不會覺得小柏老師 對你們太苛刻 不會對我們很好 我知道不會對你們很好的 這是一定的 有罵…妳是不是 怎麼樣要誠道很嚴重 我們要尊重主持人的問題 OK 要說實話 而且他是以前見了 他們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髒話講在後面 誰跟你說髒話 只有醜話是不是 醜話就是把一個嚴格的 嚴格的事情先講 妳別以為 憑著自己的漂亮就能出唱片 別想當花瓶 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 老師常常這樣說 怎麼樣… 當時感受怎麼樣 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怎麼可能當花瓶呢 我們根本就不漂亮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是想要 把音樂唱好 對 妳看錦繡 就是沒有想太多 妳還能說自己不漂亮嗎 就是沒有想太多 然後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是唱歌吧 因為那時候是 小松小博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的聲音很合 但是我們並沒有想到說 我們的外表怎麼樣 沒錯 妳會不會覺得 他比如說後來用毒蛇走紅 妳會…妳們會覺得 就是每一個人一出 妳有說過專業訓練嗎 其實我們都聽過 長聽了 對啊 大概兩年了吧 是嗎 就小博老師平常都這樣 對你們講話嗎 工作的時候 她是已經 她工作以外她已經融入到生活 所以不是因為在電視上 特別這樣講 連在友台有沒有 門口賣那阿婆甜不辣有沒有 人家弄起來 湯有一天弄到外面就麻 妳有受過專業訓練嗎 妳知道妳這個湯弄出來 妳這個皮脂不准妳知道嗎 妳 妳以為靠個花瓶 妳就能賣阿婆甜不辣嗎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叫 拜所謂的那個媒體所賜 就被拱出來了 妳只要有一個經典名言 只要經過24小時 整點重播的新聞 發酵 人家以為妳的生活也是這樣過的 對不對 妳剛剛那個資訊就以為這樣 這是誤會的 我生活 我跟你講 我是多麼有親和力的 我是既活潑 然後又散解人意 個性又好 對 他現在已經 然後經過很多的事情 他後來他連朋友的功績 他都不參加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功績的場合 黑衣人最多 你還不是有被打過的嗎 不要亂講 你也被砍過 我那個是被砍了 你知道這個賽 我覺得鍾倩很討厭 有一次 我們就是兩個人都事件之後 他就很討厭 我們不知道在什麼場合碰到 忘記了 對 因為一碰到他第一件事 沒關係 我們都是被打過的 有沒有這個打招呼的嗎 對 還是是的 經過那個事 你心情上有沒有受影響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種 算是一個歷練 我不管怎麼樣 其實那個事情發生的當下 我只能說做娛樂人 只有一件事情 對人家任何給你一種 不管怎麼樣 都是一個 你必須要虛心接受的事情 我們多少前輩都被砍過 豬大哥有沒有 我們今天要講誰的傷比較重嗎 不是… 就稍微也可以討論 豬大哥認識嗎 不認識 蕭雅軒的男朋友 不認識 愛的豬大哥 是… 豬大哥 是… 豬哥亮大哥 是… 高齡峰大哥 對 高大哥 槍擊事件 對… 紅蓉紅大哥 是 有沒有 一刀扁鑽下去 冰冰姐有沒有 屁股 菊花 綻黃 是… 扁鑽搓菊花 還有陳生 陳生 有沒有 酒瓶事件 然後來什麼信樂團的人 信樂團 也是舞唱 直接也是酒瓶直接網臉 我們做錯了什麼 對不對 真的 有一個共同特色 共同特色 全部 都沒有破案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地安 只有這間破案 就是發生在友台裡面 對 因為動這些 本人在這裡 只有你那一件算破案 不是 那是抓到人的現場 對啊 抓到人 那個太誇張了啦 因為他 怎麼會這樣 心情上會 你會不會覺得對人性 失去了那個 你講真心話 你在我們節目裡面 就今天把它一次講清楚 你講真心話 你 人家K你的那一剎那 你有沒有懷疑 是不是平常話講太多 蜜血圍起找人幹的 你有沒有… 曾經講 我覺得那個胸弦跟蜜血圍起 可能是他哥哥或者表哥之類的 在那個事情發生那一剎那 老師被打你們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我是從新聞上 其實新聞看到我非常驚訝 其實 然後妳嘴巴很自然就講說 不是不報 是時候會到 就是真的 但是像我看了我已經 基本上已經眼眶都是累了 因為我們是非常尊敬老師的 怎麼可以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呢 那個人怎麼可以在攝影棚 做這種事情呢 是嗎 還好老師沒事了 對 沒事啦 沒事啦 今天我為什麼特別提出來講 不知道陳怡還是陳昊有講過 陳怡 陳昊你知道嗎 這個是古代的偉人 他說眼睛如果怕尖的東西 你就把一把針擺在你的面前 就從此不怕了 我們討論他 我們不斷討論… 都一切把它講出來 你就不會囤積在你的內心裡面 真的喔 憲哥都用這種方法 對… 你現在還喝酒嗎 我本來不太喝 昨天有喝啦 不是 現在還 像這樣子我就覺得 就一次把它講出來 所以要問嘛 你還喝酒開車嗎 喂 我很少 只有那麼一次 那是違規啦 對… 沒有辦法 有時候人非聖賢嘛 孰能無過對不對 不過現在夏天你知道嗎 現在夏天女孩子穿得比較清涼 那丁字褲還是 那見鬼了 我跟你講 但是沒有關係 對啊 那個小補老師 他們那個在友台的節目 不是前幾天才 對 把你的奶罩拿出來 往那空空甩 把那丁字褲扯出來 丟在空空甩 對啊 Sany Sany 那個女生 在那個演唱會裡面 我跟你講 這個很好笑 就整個拖 對啊 我只能講說 其實剛好那場合對我們來講 我們只是在訓練一些小朋友 如果是 擁有所謂的訓練的這個本事而已 但是在那個 因為那個是屬於 另外一個節目的主辦單位 在辦的活動 我們來講 我們只是那個節目的主持人 可是大家都來問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去回答個人的行為 我們也不能管他 他從我們節目出來 他要去那裡 脫光的也不光我們的事吧 對 這個是不是我在幫你講話 這個是真心 沒有人這個手腳掌在身上 我們怎麼知道他會怎麼樣 對啊 就像穿那個所謂低腰丁字褲的 你也不能控制他 就坐在你旁邊來搶你的車 對不對 一定要用那個來說 你帶了一個 有沒有看到 後來證實 真正的答案也不是這樣 人家會還你公告嗎 也沒有 可是 可是問題是 媒體很愛拍你知道嗎 對啊 那就知道 而且媒體就知道 是那種活動的主題之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太誇張了 他不是有個階梯上舞台嗎 因為我們在很遠 他就在底下拍 不只 我跟你講全世界國際媒體 全部擠在下面 他們那個放大鏡 那個眼睛真的不夠大就算了 拿攝影機的放大鏡 不斷就近距離的等 他就在樓梯底下 太下流了這個根本 對啊 就在等 因為從上面拍下來都不要 都要從下面拍上去 你們兩位有沒有走光過來 有沒有走光照被拍出來 如果有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毛片 什麼毛片 他們這個年代沒有毛片 你那個年代是先毛片 底片 再洗照片 現在是直接數位影像就出來了 就是有拍到 然後我們不停 不是 還有 三個不停 不好意思… 算了 就這個不要問 聽說你們兩個還在加拿大的時候 這個人一打電話就六個鐘頭 會跟你們 我在美國 沒有 就跟你們講電話講很久 怎麼會講這麼久 你有懷疑過會不會是想開拔 或幹嘛 老師有打給我們六個小時過嗎 好像 沒有 我跟妳講 這就是你知道嗎 這就是媒體喜歡善用誇張 妳知道嗎 妳講六分鐘 大家就覺得六分鐘能講什麼 對啊 沒錯 好不好吃飽了沒有 早點睡 就這樣六分鐘沒了 要講六個鐘頭 才有新聞點 對啊 其實你知道 我們的六個鐘頭怎麼度過了 妳好不好 妳等我一下 一放在旁邊 然後一個去上網 另外一個去洗澡 然後聊天 出去吃宵夜再回來 妳還在啊 妳還在 妳們家真富裕 沒有 網路電話 Sky 開玩笑了… 我想要知道就是Michelle跟Vicky 有沒有小松小波老師 跟你們講過一些話 讓你們覺得聽了很難過的 很受傷 應該很多吧 這個 我記得在錄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然後就是常常唱得不好 然後其實長期累積這樣下來 我已經壓力有夠大了 但是我都不想講 因為我會覺得我可能自己表現不好 後來有一次老師 我就是有一句怎麼唱都唱不好 然後小波老師也是很…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於是她就說 我不會跟任何人說 妳是音樂學院畢業的 妳是音樂學院畢業的 是的 而且我 對我而言我是研究音樂 研究我很久 因為我很喜歡 但是老師那個話一出來 我整個就崩潰了這樣子 因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 對不起我自己 我覺得妳要小心她 她是那種會鑽牛角尖出不來的人 她就是那種掛在象牙塔裡面的人 妳要引引她走出來 她第二張專輯唱片 整個氣色有多難看妳知道嗎 我已經跟她講過 有 剛剛憲哥在講 我這個是真心話 妳問她 我跟她講過 其實伯哥 我聽不懂憲哥在講什麼 因為他只覺得我細節節不看 林伯跟妳講那句 你講林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中憲 你知道為什麼她這樣講 就是妳講的話她有點不太多 為什麼… 這就是認識不夠深嘛 是嗎 我跟她們 跟妳認識她們 差很遠耶 是啊… 對不對 幾年下來 他們的問題 其實在前面的眼裡 只是快速的加速讓他們認知 很多的判斷要當機立斷 覺得她們兩個怎麼看都還是覺得壓力好大 就是還是因為老師坐在旁邊 沒有啊 就聽曉博老師講 妳們講真心話 就是說妳如果說突然間妳們兩個坐在客廳 然後突然聽到曉博老師 這樣咳嗽的聲音 妳會不會撇兩滴尿出來 就有失禁的感覺 其實不會啦 只是在就是 不怕嗎 沒有 就其實跟就是博哥 在私底下其實都還滿好的 只是在錄音的時候 或是在工作上的時候 會要求比較嚴一點 但是其實平常 妳知道妳們博哥最喜歡什麼顏色嗎 這個是很重要 紅色 妳怎麼知道 她們應該會知道 妳怎麼知道 妳怎麼這樣問 我知道 什麼意思 青色 為什麼 因為柏青哥 你好輕喔 真的 柏青哥 我剛剛看攝影棚會在想說 我在中視這麼多年 我沒有看過今天攝影棚 比過去還這麼大 對 加上妳 是 剛剛那個小鐘聲聲 小鐘一直沒有離開你 不好意思… 柏青哥 不好意思… 聊到哪裡 對啊… 聊到哪裡 聊到錄音的時候 就只有在錄音的時候 對 其實在我要求工作的時候 對專業上的時候 我是真的很認真也很嚴肅 這個叫愛之深則之切 但說實在話 我要問她們兩個一個問題 請說 你們兩個自己真心話來回答 跟我講話 跟吳宗憲講話 哪一個壓力大 對 哪個壓力大 妳看著我 其實 只講沒有其實 沒有如果 直接給答 不一樣的答 不一樣的壓力大 哪裡 哪裡不一樣的 開玩笑的 不一樣的感覺吧 應該是跟 憲哥講話會比較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要不要看 為什麼 因為柏哥對我們是有所要求的 因為我們是 身分上關係 而我只是關係 對 柏哥對我們是希望我們好 所以才會要求我們 才會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是相反耶 真的嗎 對 不是 因為我會覺得說 就是柏哥比較了解我們 所以就是雖然說 可能講話 嚴肅 對 嚴肅 但是其實心裡面是關心我們 跟我講話 沒有 但是可能 怎麼可能有壓力呢 看到 我的眼光 已經看透了你的身體嗎 好 我再問一個嚴肅的問題 好不好 他還沒有回答完 他已經講了 其實兩個各相反的 好… 這個問題真的比較嚴重 我一直要找這個答案 找了大概有二十幾年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早期我們在新加坡 我們同一個公司 就是我們吳宗憲 他是我們的師兄 我們同一個公司的 對 所以他對我們是這麼了解 今天有兩位在這邊 包括劉蓁 我想待會兒劉蓁也回答一下 這個問題好不好 好 在現場 是吳宗憲比較帥還是我比較帥 糟糕 你這個問題就無聊了 真的 都什麼年紀我還說 你要聽… 我跟你講 你在你身邊 是不是這麼多年沒有跟你講實話的 也是 老實講 是不是都是抱腿比較多 對啊… 對不對 你說小鐘嘛 那些 對啊 他怎麼敢比我帥 你們兩位覺得怎麼樣 他怎麼會來一個這個怪問題 對啊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就回答就好 因為人家是柏青哥啊 憲哥 不好意思… 沒有啦 男生沒有所有帥不帥 但是你看你們第一張唱 可是我覺得小柏老師比較帥 你給我住嘴 哥被往外彎 就不比較就不比較 你來講 來 1 2 3 話腿 我們也要換嗎 來…換給我 好 你看這收視率全靠劉蓁換腿 換來了 謝謝你 兩條腿帶來二的收視率 但是我講實在話 你看第一張唱片 第二張唱片 到第三張唱片 我是不是每次看到你們 都是真心的關愛 一種師兄跟師妹的這種 這個是很重要 真的憲哥也很關心我們 也很照顧我們 以前我們的前輩 我告訴你能踩死你就踩了 好好加油 我希望你們要繼續往這上面 好不好 然後他們這個…也要 好好的這個… 給他們加油一下 當然… 好不好 這個時間我們就先 停機休息我們上個廁所 OK 好不好 馬上回來最後五分鐘做Ending 厲害了 突發狀況即將發生 接下來憲哥即將出難題 給包小柏與綠雪圍棋 究竟是什麼樣驚人考驗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去銀河古代 那個 Radio的嗎 好 來 那個 夏姐妹跟那個 那個這樣 不容 小愛 小愛…兩個就進去啦 要簽名啦 要簽名 好 陳不容 好 兩個出去趕快 小布老師 我… 我很希望近年一千可不可以 就是唱歌就給你聽啊 你們是跑錯棚了 沒有…我們就… 我們就很想出唱片 對 就是知道你在這邊錄影想說 就過來唱歌就跟你聽 沒有 我們等一下就唱歌 我可以唱… 我可以唱囉 可以唱囉 可以唱 沒關係我唱一下而已 好不好… 我們來唱喔 這樣可不可以 多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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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講話妳就唱 不… 還一講話妳就唱 那個… 妳喜歡誰覺得我唱得怎麼樣 很好 真的嗎 小布老師 我很有機會對不對 我們女徒弟都是會唱的好了 她妳喜歡抒情的 妳在見人說人話 見對 妳問她妳喜歡抒情的對不對 有像嗎 沒有 我女兒真的打扮好奇 我喜歡抒情的 可是妳比較喜歡抒情 我也可以唱抒情的 妳就用慢的 她也沒唱啊 都妳在唱 剛剛那一首 老師 不要… 多唱一點 多唱一點 不要離開 等一下 妳不知道問我可不可以嗎 我給妳一個答案 妳這樣表現 我覺得中間比較會進哪裡 好 那個… 可是我是很喜歡得到 學博士的肯定耶 憲哥去上廁所 妳等一下回來給妳唱我簽名 來 小布老師 幫我簽太大 那妳現在可以講 我要簽名 好嗎 妳要找她們簽嗎 我要妳的簽名 不用吧… 不要啦 不要啦 快點啦 不方便嘛 好痛喔 腿放上去她的腿 妳坐著 妳坐下來 腿放在她腿上 請她簽 幫我簽名 幫我簽名了 簽名了 簽名了 快點簽名 怎樣啦 好 請你妹妹開始唱 太多歌 趕快 主持人是怎樣 兩個都要自己啦 謝謝 謝謝 好痛… 他們�頭… 這陣歌… 我剛才會唱 她下舞… 在哪裡… 我當道者… 她在哪裡… 妳喜歡… 她們不敢過… 好 來 準備 再見 兩個工作人員進去 好 你們就自己演你們那一段 快喔 妳就幫我拿個笨子好不好 好 要不要把他講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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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剛剛是在耳架的耳環 他剛剛在後面講好一些 他都要聽起來了 只是我現在的情況 他為什麼要戴加霸 他那個髮質跟膚色都不合 好 兩位繼續演下去 趕快演完 妳看我的頭髮好不好看 你 叫你去拿笨子 你 讓你去啊 就去 自己不要笑場 自己不要笑場 認真演 來… 想搶進去啊 自己不要笑喔 我們錄完妳要不要去醫院 好 自己擋 自己擋 趁現在看 太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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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要笑場 太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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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節目是不是已經做到神經病了 不是 沒有啦 因為吼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想說 你們這個發片期間很辛苦 給你們 還滿好笑的 也是真的很好笑喔 對… 好好加油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小博老師很像便利的感覺 對啊 這狀況來講 對他們兩個來講 就笑到翻掉 對啊 因為他們沒有見過這麼奇怪的 就神經病 就兩個進來 他腿一擺上去要簽名這樣 對啊 沒有 存為伯君一燦 好不好 你們開心一下 這個新專輯唱片 Princess 好不好 蜜雪圍起 好的聲音推薦給好朋友 希望大家好好給他們支持一下 好不好 也要謝謝我們包小博老師 謝謝小博老師 謝謝大博老師 好謝謝 一塊欠勝為禁錀 謝謝你的音樂 謝謝大博老師 謝謝大博老師